何川勇輝最近又在季前賽打出好成績 近日他對琉珀比賽中得到10分7個助攻的成績 他都越來越受到灰熊教練的重用 而灰熊最近又將阿帕崩仔轉正 以美駐灰熊都墮了一個雙向合同的位置 對於打出好表現的何川來說 冒異都是一個大好消息 未來如果何川勇輝能夠繼續打出好成績 相信他都能夠有很大的機會得到一份雙向合同 到時在常規賽打出表現 更加是有可能得到一份正式的NBA合同 我們日後都會繼續去留意一下何川的消息 而今天我們要來看看同位灰熊新人的 Z.E.D. 周志豪 他在下季聯賽和季前賽都打出了相當好的表現和成熟度 跟被思維最佳新秀的大義 大家好,歡迎收看莊子的藍球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灰熊未來的內線新星 Z.E.D. Z.E.D.出生在2002年5月14日 他爸爸是白人,媽媽是加拿大華裔 阿公就來自廣州 所以他都是一位擁有華裔血統的球員 他從小都是練習棒球和冰球 去到中學才由領開始轉型打籃球 他在2020年入到普道大學 代表校隊出展NCAA 新秀賽季仍然以後備為主 得到長冠8.7分4.4個籃板 對大學二年級賽季,他終於打入正選 每場平均上場19分鐘 得到14.4分7.7個籃板 64.8%投射命中率成績 去到大學三年級賽季,他更進一步 六次獲選10大聯盟每週最佳球員 並帶領球隊在瘋狂3月錦標賽前 打出29勝5負的戰績 奪得10大聯盟男子籃球錦標賽冠軍 並獲評為錦標賽MVP 並成為三月風分區1號總指 而Z.E.D. 亦獲選為內史密斯學院年度最佳球員 美聯社大學籃球年度最佳籃球員 以及10大聯盟男子籃球年度最佳球員 等不同獎項 去到大學四年級賽季 Z.E.D. 再到玩數了一系列的大學籃球獎項 而帶領球隊打入三月風總決賽 他在決賽中讀得37分10個籃板 但可惜球隊都沒有其他人作出支援 最終他們都以60比75輸給康乃迪克大學 而大學四年級結束之後 他就決定參加NBA選手 最後他都被曼菲斯灰鴻 以首輪第九順位選中 他由高中時只是一個三星級球員 去到大學每年都進步 在大學四年中他的得分籃板 封阻助攻數據每年都有上將 去到大四時 長軍能夠得到25.2分 12.2個籃板和兩個封阻的成績 可見他即使不是潛力最強的那一位 即戰力都會有上限程度 而根據選手報告 他有著7尺3的身高 7尺10的臂展 毛板是蘇拔字大V 報告都指他有著厚實的體型 能夠在內線和任何對手抗衡 當他進入低位並靠近欄框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無法阻擋的 而他的掩護品質都不錯 能夠直接擋開防守者形成換防或roll in 衝擊藍底 另外他的近框手感柔和 終結能力強 先詮利用體型卡位 再利用勾手中熱 而且他有著4年的大學經驗 經驗十分豐富 在場上的舉動都很成熟 他在內線拿球之後 都會利用身高保持高舉高打 不容易被偷球 在被夾擊的時候 他都能夠及時將球傳出來 而選手報告都指他有著腳步緩慢的缺點 在攻防兩端的腳步都偏慢 喜歡靠體型獲得出手的機會 使他都很難在外線發動攻擊 亦沒有投射能力 中距離投射的手感 都不像他的勾手和罰球那麼好 在遠離南框的時候的終結能力都不強 防守短 他會防到外線的表現都是不穩定 在小球時代都是令人擔心的 而他下季聯賽第一場比賽就已經經驗全場 打出了14分 15個籃板和4個封阻的成績 當中更加包括一球 厄罩的保籃 將比賽拖入加時 外界亦在這場比賽看到他的潛力 而在最近的季前賽 對劉瑪的比賽中 他也打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他全場出場18分鐘 15射10中 得到23分 9個籃板 1個助攻 1個偷球的成績 作為一個傳統內線 Z Eddy 都因為在大學打出了非常強的統治力 以及擁有華人的外表 都使外界有部份球迷 都指他好像一個小搖命 而他在劉瑪的這場比賽 他也正正給了我這種感覺 他在這場比賽主要對位的 是兩屆的封阻王 擁有6尺11轉身高 重250磅的 Miles Turner 理論上 Miles Turner 都是現代中鋒中 十分之適合防守 Eddy的中鋒 但Eddy 在面對 Turner的防守的時候 一點位距都沒有 他反而更沉著應對他的防守 他更加連續透過低位背身後的轉身勾手 蛋吃Turner 很多時都見到Z Eddy 在對抗後的進攻和腳步變化 都讓Miles Turner速手無差 不時都會見到他在背身持球的時候 都不會心急馬上爆入去 他反而會觀察場上的局勢 再作出一些肩膀或者手部的假動作 再啟動進攻 每次他在內線深處搶到位的時候 Miles Turner 都只能夠看著Eddy的勾手 他這個身高被剪加上柔和的勾手手感 這個組合都是非常屈記 更讓我看到姚明的影子 如果他能夠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沒有國家隊操去的情況下 或者他都可以打出比姚明更高的高度 當然 Z Eddy 現時都是處於小球時代 大部分球隊都是講求快節奏 衝擊藍底 以及三分的投射 傳統中鋒的那些低位進攻 在這個時代都不太被重視 而且他們的防守又拉不到他的外線 又沒有辦法防當冊 以及換防 倒射球隊的防守 存在著巨大的漏洞 但是跪前賽我們都可以看到 伊迪的腳步真的不快 收馬虎可以說他是萬都不為過 也可以看到 他都會被對方故意針對來打 而近年來 聯盟上那些相較傳統的中鋒 好像Yokic和Mbit 身上都總會有好幾樣現代的技能 他們都具備著一定的三分 光岸持球進攻 差影和面框進攻的能力 所以 將來Z Eddy 都不可能 朝著姚明的方向發展 姚明當時為了對抗奧尼爾 以及增強低位進攻的威力 他都不斷增重提升力量 而現在Z Eddy 相反 他現在都不需要大量增重 他甚至最好都要減多些重 往提升這個敏捷性和令活動的方向發展 盡可能滿足擋拆後roll in 內線起防和錯位防守等小球時代 更講求的方向發展 以他的身高和備戰 如果能夠減些重提升機動性 他的起防能力都會變得更加之強 當然 就正如之前所說 Z Eddy 都很幸運 是灰熊損倒了他 小球時代對他的影響都不太快 他都可以先行作為填補 Steven Adam 在灰熊的體型上的空缺角色 他的身材本身都具備很強的阻害力 至少都可以不用3J去做最後的防線 而3J的脅防能力都可以擁護到 Edy 移動速度慢的問題 同時 盡端他亦可以為灰熊增加一個可靠的來線攻擊點 都是灰熊十分之需要 因此 Z Eddy 現階段的壓力都不是很大 他留在灰熊 相信都能夠得到很多的機會 將他成長 個人都是十分之體好 他能成為下季的最佳新秀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會留言一起討論 記得按LIKE 訂閱支持 喜歡的Superfans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